给我听好了啊 这两个天 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 马上向我汇报 队长 您说的特殊情况 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跟平常 不一样的情况 跟着我白混 那 那要是出什么事了 我去哪儿找您啊 我就在火车站 不是在站台 就是在值班室 放心吧 队长 您这么紧张 这是出了什么事啊 该你问的问 不该问的少问 走了 这些是日军征调轮船的 详细资料 货舱属于密封式结构 对我们的行动 倒是比较方便 如果是密封式结构 那对于他们撤离 就是一个问题 你没有仔细看结构图 货舱并不是最底层 下面还有轮机层 所以呢 货舱里面有一个弦窗 这个弦窗虽然不大 但是足够一个人进出 我们所要做的呢 就是拆掉弦窗 跳入江中 当然 敌人也可以用这个弦窗 进行进攻 但是他们对这艘船 并不熟悉 等他们注意到的时候 你们应该已经脱身了 可是 并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而且刚才你也说了 船只停靠在军事码头之后 他们会对船舱进行改造 如果我们提前去布置的话 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这些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会把爆炸所需要的东西 提前放在船上 如果我是田中心医的话 一定会在出发之前 仔仔细细检查轮船 那你要藏在什么地方呢 你说的没错 这一般人检查呢 都会特别在意 僻静和偏僻的角落 往往会忽视了 就放在眼前的东西 排长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把东西 放到烟囱里面 对 烟囱是个好地方 但是炸药不能往里放 烟囱 亏你想得出来 不对 再猜 都什么时候了 还卖关子 赶紧告诉大家在哪儿 别那么紧张啊 我就不是开个玩笑 缓解缓解大家的情绪吗 你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赶快说 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好吧 救生圈 就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 藏在那儿是最安全的 有道理 救生圈 把要爆炸的东西放到里面 绝对没人在意 虽然说没有人会在意 但是 不能确保 有人会不会搬动它们 所以啊 要藏在救生圈的里面 这船上的救生圈是实心的 我们需要打开它 然后把里面挖空 再把炸药放进去 然后再封好口 所以从外观看不出任何破绽 听起来倒是没什么问题 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 肯定会通过船只运输 如果安生和明昊 能顺利潜伏进去 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展开手脚 对付田中信一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 田中信一 有可能乘火车离开 以我对田中信一的了解 它怎么可能会跟那么危险的 化学武器在一条船上 进来 请 燕军 真是辛苦你了 我答应过你 要全力协助你 而且我们走到这些事情 是为了天皇陛下 也是为了帝国的事业 为了帝国的事业 你要的专利我已经安排好了 时间是明天晚上十二点钟 具体的情况 宋本会跟小泽详细交代 好的 都学了 一切都学 秘密即兴 放心好了 李悦军 你太过于乐观了 田中君 这一次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基本上 我们已经得到了 田中信一的全部消息 现在看起来 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 也不完全是 我们还没有任何 关于铁路方面的消息 据我所知 你们很早就已经在铁路方面布局 要不是因为那些危险品的话 你更希望他乘坐火车离开上海 我一直很好奇 你既然能够了解到我们的行动 为什么对敌人的行动却一无所知 谁说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的特工很早就已经 渗透进铁路局了 只不过 之前一直不需要这方面的情报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得到了 这一周的用车计划 如果田中信一 要调拨专列的话 我们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很好 希望赶到你那的时候 能听到好消息 大少爷 如果二少爷安排的人 出了问题 很可能会连累到你 如果不帮他出了事情 我一样会受到牵连 放心吧 我有把握 事情总归要做个彻底的了断 好吧 约定的时间差不多到了 我应该去码头了 一切小心 放心 送完了 我们该出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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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我们再来 十二點 這樣時間點就完全冷和上了 輪船會在晚上進行整修 而火車也在十二點發車 田中信一只有一天時間 可以進行準備 而我們也有一天時間 你怎麼不說話呀 我總覺得 這一切都太過正常 不像田中信一的風格 而且 而且情報來得太過容易是嗎 如果你是田中信一的話 你會通過特高客徵調專練嗎 當然是用其他部隊的名義申請 更加隱蔽一些 如果是徵調名傳 完全可以秘密進行 以日軍在上海的勢力 那些船運公司 很願意跟他們建立交情 因為他們清楚 日本人會給他們封後的回報 可是你還在積極地安排 你還讓你的手下 去徵調輪船裡面找個工作 適當的佈置是應該的 但是這個田中信一 肯定還在暗中謀劃著什麼 可我們並不清楚 那田中信一撤離的消息 準確嗎 這個情報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跟田中信一的較量 才剛剛開始 是 余管事 這艘船的工人 我還要繼續使用 在此期間的工資 可能是之前的兩倍 你幫我介紹一下 現在這個船的具體情況 這個船分三個艙 每個艙五百人 大概可以容納一千八百人左右 九百五十馬力 時速在十八截 好 四百十馬力 兩千五百人 四百一百多 三千五百人 到 Sicher 既然田中军已经做出了周密的安排 那就按照计划执行吧 感谢将军体谅 进来 将军 大佐阁厦 御处长 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 对不起 将军 我是来谢罪的 田中大佐交代的事情我没能完成 轮船的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不 是筹集物资的事情 大部分的材料我已经筹集到了 但是有一小部分是属于国际禁运品 不要说上海 就是从国外进口都非常困难 这更何况 你们只给了我十天时间 能筹备这么多的材料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至于其他的一些材料 我相信田中军会有办法的 既然川岛将军这样说了 那我再强求就有些不尽人情了 不过李处长 你要把筹备好的东西都整理好 我随时可能会通知庄运 多谢大佐的体谅 需要装运的时候 您通知我一声就好 好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好 您说 关于你提供的那艘轮船 我还有一个新的安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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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